接着镜头带您到凤林镇 凌荣游汽区位在凤林镇的凌荣里 也是万荣乡最北端春落西林村通往纵谷的出口 如今是以凤林曼城客家驿站在出发 呈现了客家和原住民文化相遇多元视角 将作为凤林镇北端的旅游服务据点 今天开幕的曼城客家驿站准备迎接游客的到来 凤林镇观光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美玲说 这里看得到的东西都可以让游客自己动手制作DIY 而且我们觉得管设的应用应该回到在地人的生活 所以我们目前其实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个空间 让我们的在地人有一些公益课程 让我们的公益师可以在这个空间开一些相关课程 然后辅助一些在地农特产品的贩售 所以我们想的并不是大众旅游 而是回到我们在地的生活 让在地人可以有对我们的在地公益师有学习 像我们这一次的管设内呢 就会推出比如说客家的织布 还有我们的手工纸意 然后以及我们的环保的水泥热土盆的DIY 然后希望它变成一个精致优雅 然后欣赏我们凤林曼城的人可以来的地方 而不是一个必须仰赖过路大众客的一个管设 众管处长郭振林说 林荣修汽区因台九县改道没落 今年投入一千万元经费修缠设备后 保留建筑主体特色 提供协会用来传承以及发扬客家 原名以及工艺文化 未来将延续活化建筑后方约三公顷的森林 串联自行车道规划油漆共生 连结枝亚干部落 提供游客深入体验当地的文化 108年的时候 这个原来的陈述厂商就没法营业 我们就终止 那我们就赶快来想一下说 这个地方要如何发展 那也因我们目前在推的定点 漫游乐活的这个方式 那也考虑到说我们这个凤林 有很多的人文特色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凤林的代替特色 把它纳进来 所以经过了这一年的整修 好不容易 也谢谢地方的支持 能够在今天能够重新的来启用开幕 我们后续也会加强这个游城的推广 那这个地方能够真正的带动地方 游城光光的发展 曼城客家一战整合两厢镇资源 包括了西林村的清创团队 数位机会中心等凤林在地团队 并提供会议空间及小农产品销售的窗口 营业时间是每周五六日开放参观 打造凤林新的亮点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报道